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 目前已经驶离中东海域 前往英国北部的海域参加三叉戟 2008的北约的联合军演 这也让美军陷入没有航母 可以支配可用的酒精 近期美俄的关系 英军机击落的事件变得紧张 俄罗斯方面一直像叙利亚支援 类似于S300把空导弹这样的先进武器 美国由于航母的撤离 在中东的力量也被削弱了 美国的北约盟要从法国传来消息撤 目前刚完成了大修的戴杠勒号航母 马上将前往中东 而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会与其随行 这双航母的到来 大概可以被称作圣俄军真正的对手 有关报道称 法国现在是北约阵营里 在叙利亚出兵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 美国在叙利亚的兵力是2000多人 法国有1000多人 许多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此外法军还部署了很多重武器 在叙利亚其中就包括了重炮 步兵战车还有火箭炮 和美国谨慎的作战态度不同的是 法军显得十分积极 在作战方面也应用得多 法军如果在短期内 还向叙利亚部署航母的话 就说明离空袭不远了 尽管法国海军只有一艘核动力航母 那就是戴高乐号 但此航母的历史悠久 快水量达到42500吨 能够携带40架各种舰载机 并且表现非常强 再加上叙利亚舰机获得了S300远程防空导弹 在防空能力也有了提升 如果法国航母真的发起空袭的话 无疑会大大增加威胁 至于其冲突的结果 如何现在也不能往下定论 来自他赚上的来自一堂 而我会看到 大增加威胁胁蠟 相聚为大增加威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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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胁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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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